称赞 清晨,小刺猬去森林里采果子。 在小路边,他看见一只小欢在学做木工。 小欢已经做成了三个小板凳。 板凳做得很粗糙,但是看得出,他做得很认真。 小刺猬走到小欢身边。 拿起板凳仔细地看了看。 他对小欢说,你真能干,小板凳做得一个比一个好。 真的吗?小欢高兴极了。 傍晚,小刺猬背着几个红红的大苹果往家里走。 小欢见小刺猬来了,高兴地迎上去。 他送给小刺猬一把椅子。 小刺猬不好意思地说,我怎么能要你的椅子呢? 我可没干什么呀。 小欢拉着小刺猬的手说,在我有点泻气的时候,是你称赞了我,让我有了自信。 瞧,我已经会坐椅子了,这是我的一点心意,收下吧。 小刺猬连忙从背上取下两个大苹果,对小欢说,留下吧,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。 小欢接过苹果闻了闻,说,你的苹果香极了,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苹果。 小刺猬连忙,说,谢谢你,你的称赞消除了我一天的疲劳。